他的泰国司机强行的把我的行李拿到车上 带到了他的家里 不断的向我透露喊喜泰国欲 之前去美国召集三批 对我说可以睡到他的主卧室 他会睡在我旁边 就躲进一个充满矿机的机房 无助又惊恐 嗨,我是Yuki 我是Teleste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一名主持人 那我之前在泰国被软禁的事件 上了电视还有网路的新闻 那在这个期间 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私讯的关心 在这里也谢谢大家 那我也跟大家报个平安 我已经安全的回到台湾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 还有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所以目前我还在 休养跟平复情绪当中 那所以我也特别拍摄这个影片 来告诉大家整件事情的原味 我希望透过我的自身惨痛的遭遇 可以让各位有所警惕 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冷静的处理 才可以让自己安全的脱身 那事情要讲到去年 2023年12月初的时候 我一位朋友的聚会 认识了一名自称在泰国当台商的男子 叫做Tony Yang 那他告诉我说他在泰国有投资 建设公司 喷漆工厂 酒吧等等的事业 而且之后还要在美国买一架四人飞机 还有NBA的球队 企图要营造事业很有成的形象 然后他以工作的名义找我12月27号的时候 到曼谷主持一场投资的座谈会 结果没想到我出发之前 他才告诉我说这场活动延期 那切切我必须要工作的时间 也都没有告诉我 其实如果跟我一样是活动圈的朋友 其实应该都知道 我们通常接活动的时候 都是基于对客户的信任为基础 那一般沟通工作的内容 也都是以讯息或口头的方式来谈妥 像是机票啊 饭店啊 工资啊 等等的工作内容 并不会特别的签订合约 其实这也是我应该要检讨 同时也是这整件事情最致命的错误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郑重的提醒各位 不管是合作意向书或是合约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白字黑字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障 那原本当初这位Tony Yang答应我 他要订市区的饭店 结果没想到我下了飞机之后 我才猛然发现 他竟然连饭店根本都还没有帮我订 而且我当天下飞机要住的饭店 还是当着我的面材订 而且他也竟然只订了一天 我在隔天要住哪里 其实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帮我订的地点 还是距离泰国曼谷市区车城 要一个小时的郊区 交通非常的不便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不对劲 那我问他说 为什么帮我订这么远的饭店 他竟然以他的助理休假 还有其实用手机订饭店 很方便等等的理由来搪塞我 跟当初说的都完全不一样 然后同时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还不断地向我透露私人的讯息 比如说什么 他三年前已经结婚啦 但是之前没有登记 然后现在已经离婚 所以他单身 或是他平常喜欢洗泰国浴 然后也跟我讲说 他之前去美国召记三批等等 非常私密的性癖好 然后他也不会言的 向我当面表达对我的好感 其实我说真的 这已经超越了工作关系的言论 让我当下听了非常尴尬 还有不舒服 结果后来还在他的助理口中 也才知道 他的泰国老婆 其实人当时是在台湾学中文的 而且现在目前还在他的公司 做财务长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一般如果你是在工作的人 你的客户平常会告诉你 这些私密的一些讯息吗 那事情拉到12月27号的时候 这位Tony帮我带到他 在曼谷投资的酒吧 喝到凌晨4点 但因为我的行李都还在 那个郊区的饭店 所以我还是必须得坐他的车 才能回酒店 然后原本以为 他要继续帮我续订 结果没想到 到了饭店门口 他突然用泰文叫他的泰国司机 就强行的把我的行李拿到车上 当时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我载到了他的家里 然后泰国司机把我的行李拿下来之后 就离开了 所以那整个家 那整个房子就只剩下我 跟他两个人 孤男寡女的 而且当时已经快要凌晨5点 快要天亮了 其实我那时候又累又害怕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 我真的感觉到非常恐惧 而且当时只有我一个女生 还被带到了一个陌生人家里 然后我那时候想着我要怎么离开 但我评估我周遭的环境 其实不是随时都可以叫车 就可以轻易离开的状况 再加上我语言不同 所以也没办法求救 而且对方身高大概185公分 大概100公斤 所以如果他要对我做出任何恐怖的事情 我绝对逃不出去的 结果到了他家之后 他竟然还对我说 我可以睡啊他的主卧室 他的房间 但是他会睡在我旁边 那种充满性暗示的言论 其实我当下真的是快要吓死了 我真的非常的害怕 同时我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 遇到这种事情 就算你有再多害怕 一定要保持镇定 绝对不能哭闹 激怒对方 或是穿着比较暴露 让对方有任何的遐想 但因为我真的太害怕 所以我就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间房间 我就躲进去把门反锁 躲进一个充满矿机的机房 其实我当下真的是又无助又惊恐 我心里想着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恐怖状况 就像之前看到新闻的什么诈骗集团等等的 但还好我的手机跟护照都还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想说先等到天亮之后 我再想办法逃离那个地方 那到了早上我也明确的向这位Tony表达我的不满 以及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待在他的家 但由于我的行李都还在他的家 所以没有办法 我一直能配合他的要求 然后跟着他的行程 但过程当中 我之前就已经赶紧联络我泰国的朋友 还有我跟他的共同朋友 还有他在台湾的助理求救 也告诉大家我所在位置 说明我现在的处境 请我的朋友想办法来救我 但非常幸运的事情 一直是到12月27号晚上 那刚刚有说过我们的共同朋友是一位商人 那经过台湾的朋友的处理 然后由于对方也是在商场上有头有脸的人 所以其实把这件事情闹大 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他才把我放走 那经过这一次惊险的事件 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教训跟警惕 永远不要过度相信陌生人 即使有共同朋友 都不能掉以轻心 那不管在哪里工作也都必须要调查好 合作的对象的背景 也要记得签署合约 那在这边我也要告诉大家 其实事后我有跟律师咨询过 其实如果事情发生在海外的话 是很难用台湾的法律制裁对方的 所以合约也顶多只能防军 只不能防小人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必须随时保持对环境的警觉心 然后切记一定要打开手机的定位功能 然后随时跟亲友保持联系 所以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一定要处便不经 然后也要保持清醒跟理智 并且观察周遭发生的状况 以不变应万变 其实我真的很幸运还能活着拍摄这个影片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 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尤其是女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影片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也提醒大家 不管是在海外旅游或是工作 一定要格外小心 危机的时候才能安全的脱身 喜欢这个油脂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